闪亮登场,全新Chevrolet Cruise 欧洲记者评为2010年最佳汽车 在印度的年度最佳汽车 又是世界巡回錦标赛英国、意大利、德国和巴西各餐的冠军 世界验证了这部轻型汽车的不平凡故事 全新Chevrolet Cruise 同级车系中最省油 十个标准安全气袋 加拿大最佳保用服务 超越一般驾驶 Cruise 继续回来第二个部分投资有套的时间 加拿大中央银行 公布了最新的息口走势 Anthony维持息率一离不变 什么都是符合市场预期 如果看央行议息会议的声明 看到其实央行对于经济前景的一些看法 Anthony其实今次这份声明 我们可以怎么看 你觉得这次没有加息 其实也是符合市场预期 这是一贯的加拿大央行的做法 它不会给大家一个很大的惊喜 大家反而就说 看回它今次的声明也有提到 加拿大目前的经济状况 其实它说全球的经济或者美国经济方面正在复苏 它正在关注通胀 第二就是关注加拿大人的负债的状态 那个状况是怎么样的 所以在未来这段时间里面来说 例如去年中的时候 大家都预期加拿大那方面 央行是会再调整息率的 看到央行在这个声明里面说到 其实预计今年2011年 全年经济增长会有2.4% 去到明年2012年是2.8% 其实央行这一组数字 你觉得央行对于我们经济前景 今年这个表现是属于乐观 还是比较保守的一个估计 我觉得它是属于一个审慎乐观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看 證客也好 或者加拿大央行所说出来的 其实我们表面所看到 它说的那些字眼 其实就未必是这样的意思 它里面也有很多 吻谈了很多其他的意义在里面 它说它对它来说审慎乐观 其实它对我自己个人来说 我觉得央行其实它担忧加拿大的通胀 或者加拿大人平均每个家庭所负债 而会影响到加拿大的经济 反而它是最担忧的一件事 我们从这一条这样的轨迹去摸下去的话 其实在未来来说 那个息口只会继续有氛攀升上去 预计去到大概2012年头 它又说有机会就去到 就是加拿大约去到1%的 我们所以在这段时间 我们整个行业来说 都会是路路续续 大家会看到银行也好 或者是政府后 它不停的会有些政策出来 去慢慢去压抑那个市场 令到市场开始慢慢逐步去回稳 我看到央行也都在声明里说 政府的一些刺激经济的措施 在今年之内预计就会开始慢慢收回 又说要退市了 另外就是看到商业上的投资 企业的投资 亦都相信今年会有一个强劲的反弹 其实会不会说对于前景来说 央行这些都会是 今年来说都会比较乐观一点 所以就说我们看到 它在加拿大银行 整个这么多银行来说 它开始路上 它看到加拿大的楼房市场 都开始慢慢慢慢回落 它为了要维持利益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它从去年开始 就会出现了很多拼购的状态 例如说去买了一些美国的比较便宜的企业 或者生意来作各方面投资 在未来来说 那个楼宇案件的方面 是暂时会看低一点 是的 你讲了案件 最近联邦政府公布了 一些新的限制楼宇案件的措施 但Anthony不如简单和我们讲一下 这些措施是什么来的 是什么措施 其实它整个措施 我们看到它主要是针对 是做一个贷款的贷款 例如说你有房子 本身已经有一定的资产 只不过有些人想利用这个refinance 去银行再借一笔钱 它做各方面的财务上有需要 在我们的行业里面来说 很多的客户 他们会用这个贷款 去做refinance 拿钱出来帮人还自己债 因为永远是mortgage 就是债融资 债融资 然后还清债务 只不过它 但是今次政府 他所做的这些东西 就全部限制在 再融资这方面的 提高这方面的要求 柳范会不会说 对我们加拿大的银行业 金融业会有些影响 因为银行业会有些影响 因为银行赚少了钱 楼宇往几分就少了 而对整个楼宇的价格 也会有回落的迹象 今年我们大家会看到 这件事都会影响到楼市的走势 这是绝对的 不过今天时间有限 很难也很详细地跟大家说 下次有机会再说 下次有机会 一定要再跟大家谈谈 这个新措施 如何影响到楼市 说到这儿 今天的节目是 明天唐一时间 明天早上9时 继续《财琴360》 再见